不要追求这一些物质形象 我们有的吃 有的穿 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 在生活条件越简单的话 我们修到越容易 那假如说我们越挑剔 生活要够得很如意的话 那我们的佛心就修得不光明 因为会互相对待就忽略了 所以我们对物质的生活 这个越简单越好痒 狗简易痒老主讲 所以我们的生活很简单的 很好奇的 各位千千好奇开奇 真好奇 尤其我们修到随意而安 不挑剔 各位挑不挑剔 有的吃有的穿就好了 这个呢 现在因为环境好 小孩子很会挑剔 很多东西好吃就不爱吃 所以这个环境不同 那我们就是要了解说 在凡这些物质都变化无常 不要在意 我们在意 就是不生不寐的真心佛现本体 硬要全部把书意力都投入 我们找一条唯一 不后悔的选择 就是修到 修到就是不会后悔 到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还会很高兴 说我自一生走对了 所以这个就是不后悔的选择 那么能够活转人生最深的价值 我们到凡尘来 最有价值呢 就是能够修到 就是能够度外众生 这是最有价值 勤求无上的正觉佛道 可以一劳有欲 我们在这一世中 一定要追求 一事修就一事成 一事就可以修成 不用再来了 我们追生就是最后生 往后不再来了 我们往后不再来 完成初生 那追生之中 就千万不要造业 造业会被夜推 推到现象来还载 那我们不造业就可以不来 那努力把自己 不生不昧佛性 那个本体 使它恢复光明 本来就很光明 那因为我们在环城 造了很多夜 所以使它黑暗 那现在使它又恢复 所有那个佛性里面 没有的东西都去掉 我们佛性里面 没有贪生吃 那我现在最大的毛病 就在贪生吃 所以我们把贪生吃去掉 去掉以后没有贪生吃 就非常广泛 我们那个佛性就可以发挥 整个功能作用都出现 那么可以以十方之佛 把守圆翻 就是我们可以跟十方之佛 就是站在一起 同等地位 就是我们也成就了 我们也成佛了 修持的法门 一千万条 我们要怎么修 那个法非常多 每一条那个方便法门 都可以让我们修正成佛 可是我们要找一条 选择一条 简单 很简单 然后很恶要 然后又很容易 又很快速 决定成佛 这个就很重要 然后收到这个简单 但依耳根一门深入 很简单 就是从耳根一门深入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从耳根来修 耳根原空 刚才我学听到外面打雷 又下雨 非常高兴 说今天刚好要讲耳根原同 这上天在帮助我 下雨了 打雷了 可是我如开心想 又听了 因为一下雨 而且那个又很大 寝很大雨 我们就可以听到雨神 可以把我们那个佛性 整个都呈现 因为雨是整个都在下 所以不管是我们 这个左右前后 全部都是雨 雨神 可以把佛性整个都拉出来 又有打雷 刚才各位有没有遇到雨 他有没有听到打雷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我们耳根修很容易 很容易修持 因为我们这边 很殊胜 就是很清净 这个叫做最高品质 静悄悄 那我要了解 听到静悄悄的是 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那个耳根原同 虽然没有听到声音 可是听到静悄悄 静悄悄 一经正式 上经第一册权益大纸 何图落书 列圣名称 宗主 福圣宣审 孔子复圣 颜子宗圣 曾子树圣 子思亚圣 孟子红角 柳真人灵异真人 王碧 图表细目 假意之主用图表 一和图图复歌诀 二落书图复歌诀 三和落挂位和图 四太极图一二 五孔子太极生两仪四项八卦图 六福西八卦方位图 七福西八卦次序图复歌诀 八福西八卦术图 九福西六十四卦次序图 十福西六十四卦圆图 十一福西六十四卦方图 十二福西六十四卦方圆像术图 十三文王八卦方位图 十四文王八卦次序图复歌诀 十五文王六十四卦次序图复歌诀 十六文王六十四卦和三十六公图表 以义之辅义图表 十七乾坤生六卦六卦生六十四卦图 十八六十四卦反对变与不变图 十九八卦六十四卦网顺来逆图 二十本公卦序表一二 二十一本公卦序原图 二十二本公卦序相推之图 二十三本卦卦序表 二十四六十四卦先后天消息全图一二 二十五六十四卦变通之图 二十六十二卦气图 二十七十二月卦图 二十八十二月P卦图一二三四 二十九六日七分表 三十六日七分圆图 三十一九九图数图 三十二九九方数图 三十三纳甲表 三十四纳甲图一二 三十五纳成图一二复歌绝 三十六纳英表复歌绝 三十七五行生刻图表 三十八天干的支分和五行表一二 三十九十二乘六合三合表一二 四十五运六气图一二复歌绝 立言 一意字符析画卦 一文一画 本和图画文字为一 虽太极等图 细后人传出 原流字远 讲义时 因并极各图 以资参政 意为圣人明天道以立即 立人道以至教 本为明道而作 有观内修信命之功甚多 故讲义应注意道功 以义计本天地之道未教 内中多产神鬼之德 阴阳之情 习义者 必有尽兴之臣 而讲义时 应助众人神因果之理 以义名神道 为民性命之源 及凶祸福 君属义中 故有之义 凡人身穷达受邀 皆有定数 不可忘甘 则习义者 必名行藏之所宜 得失之有定 故讲义时 应助众及凶毁令之说 而求其无备于数也 以义者 包乎道德性情数向各类而言者也 言文必顾义 言数必真相 应明思义 因类变误 因此审情 不可偏执 不可偏执 顾讲义时 勿求其贯通一切 而动明圣人立教之指 以义之言及凶 众在数 言数 众在相 数见其器 相别其类 以真人事之所和 即以策天道之所移 而见相必应失归 明数必后弃运 天干得之 五运六弃 皆亦所重 故讲义时 因并及战士之术 测验之方 以亦之为交 原以授明全身之道 推之成人成物 以智智国平天下 莫不贯通 而原始要终为第一义 人之习义 义当求其先后 不可好为素隐行怪之谈 故讲义 虽不能如王毕之扫相 义不可如废世之土 以栽义言也 以义道博大今生 无不包备 内则修己以义天人 外则成人以义道德 而本末义以贯之 即时中也 习义者既安思义 必其实行 勿求行动显宜 严丝不备 而能有得以为事则 有道以为人师 数可使义教众名 圣道弥广 以义之为交 始于古圣 产于道宗 成于儒者 言济为经 旨由玄妙 故该各教之义 及诸派之大臣 习者当以圣人天下位公之心 义本有教无类之指 不可自存门户 有入主出奴之见 以自侠而侠圣人之教也 以义传至经 诸说不依 汉宋各义派 如道不同宗 遂至义论分歧 真持举语 图乱人意 何必圣经 经资讲义 勿求阐名为言 表彰至道 不止于宗派之习 不图未痛意之求 即令汉宋诸如有所着见 能探经旨 不魁经义 仍可互相隐正 其其贯通 无问其人 知真于事 则于圣人讲事之后 又可多的研究之著云尔 以上各条 细微讲义之前 必知之事 以义经至不义名 必先知其言习之道 方不为其图所悟 略指大概 以告读者 或义及深言基之一注焉 说明义经在卫讲之先 有阴行准备诸事 因此经不比他书 但是文艺 即可明白 必将图像树里战焰诸学 均为说明 凡讲述时所应注意者 当先直出 使读者随闻参政 更无一意 并渴求其实用 不导须谈旋理之弊 故于讲经之前 须略加说明 定为立言 史记讲之后 均可按图所记 不至场谎迷离 有偏于汉宋门户之见 而能会通究竟 有意探天人道德之源 恕不复夫子灵 谈教会之苦心也 宗著序 意道玄违 至于无明无形 意向广博 包乎万物万事 盖有天地以后 无物不在意中 未有天地以前 一气即为一体 故先后天之名 守着于义 天地鬼神之情 敬备于义 性命道德之言 皆祥于义 生死变化之术 君术于义 以言天地 则敬其神 以言人物 则盖其道 以言网 则诉诸无始 而立其极 以言来 则推至无尽 而明其化 以修 则道立而得成 以行 则势力而勿顺 以其公言 则成王道之志 而无所谓 以其体言 则服先佛之真 而大有德 以用于寻常 而不悖于情性 以至其远大 而能抵于中和 是未道德之宗 命述之本 天人之所由依 事物之所由凭 政治已成 制作已者 君子小人各尽其德 胜于贤否各事所成 虽取舍万书 而抵于一道 虽变化静态 而归于至中 盖本诸天道之常 仿于大道之则 以于人物之情性 便于幽明之感通 故在天地间 生成者莫能外 从事物间 行止者莫能为 允一位万古之师 万类所以 以为教化 则包诸宗 以为文章 则造至极 苟非至甚 熟能为之 故夫子辈言其经 诸如赞其要 何五经以正其忠实 力众善以真其出尘 不可视为古书 同诸旧史 不可成为文艺 彼之诗词 经义求经 必实行而厚德 博而反曰 必贯通而有成 事已将眼不厌其详 言求由虚尽 真文而宝藏于心 等诸权权之言子 及思而实行于事 无复寻寻之泥山 数亿道或见众名 后生不迷古训 则是运意将成大志 万国进化于斯文以 事为序 序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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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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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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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单规藏乾坤之义》 《文王》 《崇家转序》 《弘以文章》 《遍其战力》 《哲未典则》 《周公少之》 《详辰论义》 《博彩遗言》 《传为至教》 《识经传之义也》 《上古无文字》 《至作文物均及简陋》 《福西揽河图落书》 《而后至卦象》 《识则文字之所实也》 《虽当时类无文章》 《有如图画》 《识则相义之字》 《由之鸟观视之相行字也》 《字虽传于鸟观》 《画时创于福西》 《其相行之字》 《会议之文》 《多取一节神志于历代》 《非创自鸟观也》 《以记载无史》 《传说难详》 《故莫能尽考所自作耳》 《而亦之卦象》 《则传之最久》 《故昭昭于人耳目》 《之为福西式之创至焉》 《其后圣人》 《推其意》 《红其用》 《以为制作之本》 《典型之由》 《故由众之》 《盖利带文物》 《莫不足述于亦也》 《亦之所作》 《记音图书》 《传之天然》 《有非人为》 《其推演变化》 《皆天地自然之序》 《其运用本末》 《皆造化自在之则》 《故非人至之》 《乃人为名之耳》 《创之者然》 《树之者然》 《少眼变化者亦然》 《以其本末天道》 《终始运输》 《有定序》 《有吉则》 《不得有所义也》 《故义者》 《天道所自建》 《运树所游名》 《而被于人天相合之教者也》 《卦象之志》 《亦本器属之盈虚而定》 《其多少便亦》 《莫非天地自然之物》 《所合者也》 《卦须之志》 《虽各亦不同》 《亦本于气运之往复尽止》 《循环已成》 《莫非天地常便之道所服者也》 《卦之有本末内外》 《即生成消息之相》 《摇之有时未变化》 《天地人鬼之相》 《亦之有天地父母》 《万物万事之类》 《占之有即凶祸福》 《因果感应之类》 《皆本于天地固有者也》 《卦须之有先后天之别》 《卦用之有主客体用之别》 《亦之有门户高月姬偶正反之名》 《占之有来去便亦从为动静之名》 《亦皆天道人道固然者也》 《盖意者》 《圣人堵天地之序》 《测日月之度》 《明人物之情》 《达神鬼之德》 《而推其始终本末》 《生成变化之道》 《吉夫人物是理所仪之类》 《明夫器属消长》 《诗的迁移》 《以何于人生》 《立为人道》 《而交明物迷者也》 《义之为道至已》 《天之所受》 《神之所明》 《圣人从而演之以告人而》 《虽天地未有之前》 《尚在意中》 《旷天地呼》 《虽天地难知之道》 《尚可推之》 《旷人物呼》 《故意者其得显》 《其道为》 《其用名》 《其体不可见》 《其大无外》 《其细无内》 《观其向》 《可敬其意》 《通其意》 《可服于神》 《虽利人道》 《虽利人道以始终》 《而归于天道》 《虽艳气属于既往》 《而即于未来》 《誓以利代圣人》 《莫不尊尊焉》 《论之以产其精》 《广之以达其神》 《分合之以穷其变化》 《真艳之以名其器术》 《唯恐人之未能尽其意》 《故向外详其词》 《经外者其传》 《辅以徒序》 《参以师规》 《以教天下后世》 《其先觉觉明之心》 《以可见义》 《于于闻周之仪》 《习之记久》 《促通其意》 《不敢赴先圣垂教之意》 《更及其说以彼之书》 《授于耳》 《三子》 《继承文周之作》 《道背严审》 《向当义冲》 《足尽他义之指》 《故于连山等略其说》 《而为周义是传言》 《然独私义》 《义可包举他义》 《以其为严经》 《未亦广》 《读其一》 《足尽其余也》 《若有智者将更求之》 《亦亦达连山归藏之文以》 《经当讲周亦之仙》 《略树其大指所产》 《以资参就焉》 《讲义较难于他经》 《非忘文是义者也》 《义之始作》 《记载上古》 《经历代圣人》 《夫文成义》 《其间增减已多》 《御明作者之心》 《必略文而求相》 《然出席者舍文字外》 《横不解相之真义》 《历代圣人》 《义以此故》 《使推演其指》 《详述其文》 《而后卦有卦词》 《遥有遥词》 《断向分泉》 《闻言复试》 《有以为未尽》 《则更敷衍其意》 《博彩所闻》 《或细词》 《或说续》 《以成传闻》 《立于经语》 《其所成事》 《亦非亦人之言》 《盖德之诗传》 《参诸他本》 《集合其说》 《序列成章》 《无非以亦道惊鸿》 《神用莫及》 《变化无尽》 《推测维艰》 《且亦三亦有书》 《取才智用》 《不一类》 《不同科》 《教比量此香的必多》 《去短流长》 《归其于正》 《而此有不悖》 《文有难宣》 《或略于经》 《则详于传》 《或众于卦》 《则轻于谣》 《亦有护参》 《用有连吉》 《则不读相之以众》 《文艺必详》 《经之以求》 《传义必读》 《是习义者故当之也》 《古人出至相时》 《本以会议》 《虽闻不传》 《而话已句》 《当是所画之相》 《为罪简之文》 《绝后文字寄见》 《言辞见凡》 《于原相之下》 《隐身其意》 《罪为文词》 《则文字者》 《即原相之广义》 《当是其词未见明见凡之相》 《不可分为二也》 《盖相亦会议之文》 《文艺事亦之相》 《千古圣人》 《后先同窥》 《作虽亦时》 《亦无二至》 《故读亦者相词并重》 《先熟其词》 《知相之会议》 《有定义也》 《后习其相》 《知闻之事亦》 《有为止也》 《二者通知》 《无所疑惑》 《则亦道可见》 《圣人之心可明》 《而后用之不为》 《推之能化》 《神明之德》 《天人之道》 《盖莫不尽于相语此焉》 《且亦之为用》 《重在变化》 《以人之智慧》 《通天下之故》 《达神鬼之情》 《必于变化中得之》 《向之会议》 《以向一世以物议时依地者也》 《而通其变》 《则必和他向而通参之》 《此者》 《事亦已变类》 《亦当和他挂谣之词而通参之》 《故习亦者》 《向外求向》 《此中所辞》 《如神悟然》 《上下四旁》 《内外形状》 《必通知之》 《非聚一面》 《即能尽其变化也》 《亦之变化》 《亦有定序》 《则需和全义之向此通参之》 《天道不变》 《虽变人不乱其叙》 《故叙者天下之定则也》 《而亦之叙则以叙卦传为主》 《此独亦必先及之》 《亦卦之叙有数种》 《其用不同》 《故所叙亦》 《而周亦之叙》 《则凡今天下所通行之则》 《莫不一以叙化》 《后所得者》 《虽便不止此》 《尚有待于后胜》 《然今日之术》 《则无为于此》 《亦之有体用者》 《亦由序挂之书》 《如福西之序》 《亦于文王》 《连山归藏之意》 《亦于周亦》 《后人使有先后天之名》 《因先天不变》 《后天重再变》 《先天不用》 《后天重再用》 《由道言之》 《先天为主》 《后天未从》 《由人使言之》 《皆在后天》 《夷至先天》 《无所谓以》 《故周亦之用》 《为人道也》 《因时之宜》 《利道之极》 《而原始要中之事也》 《先天之亦常静》 《后天之亦常动》 《而静中有动》 《故先天必生后天》 《动中有静》 《故后天不离先天》 《二者意图同归》 《知其一》 《则通其二》 《思文王之圣志》 《乃能尽其变化》 《而建立周亦之极》 《以权亦之用也》 《夫福西之时》 《岂无所用哉》 《岂不尽其变化》 《以示人是哉》 《何以必待文王而后明也》 《世盖有故焉》 《上古之时》 《人是简略》 《明习于道》 《上有所至》 《下则寻之》 《既无所多虚于变化》 《亦无所穷于用》 《且以文字未背》 《传步难广》 《作者心通其用》 《知者神会其变化》 《有其体以足以》 《代文字继承》 《文物见备》 《弃乎三代》 《其用意以凡》 《其变化亦多》 《比连山归藏者》 《集数前人之口传》 《会福西之本相》 《而以近其变化》 《至其用而后至之》 《文王之卦》 《正由是也》 《上依福西之本卦》 《下采连归之便利》 《严其旧至》 《以其心归》 《而后周易已成》 《周易继承》 《连归可不复用》 《于是福西与文王二义》 《义体一用》 《义本卦》 《义便利》 《两者者明》 《义道大辈》 《无故约义之为义》 《乘于历代圣人》 《非义人所作也》 《福西起之》 《诸圣少知》 《以其本天地自然之序》 《故作者亦而亦不亦》 《亦序亦而亦道不亦》 《文王之义》 《故源于归藏》 《归藏源于连山》 《尔末不出自福西》 《福西虽仅传其体》 《新宿传其体》 《灵魂之为乌文士》 《非诚勿告成功》 《欣甩传其体》 《御利亚之姓》 《非诚勿告成功》 《非诚勿告成功》 《文王筹莫区之》 《诚勿告成功》 《自分之言》 《赢指引力》 《赢指引力》 《千万全契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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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北部有一個前嫌 他花了一百段去外國學 那银修啊 他可以到南天門啊 结果现在我叫他放掉 他放不掉 如果你放不掉 到不了最高的程度 他说那太漂亮 看到蓝天门进不去 还花一百多元去学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些都是假的 有像皆不真 释迦牟尼佛也讲 三十二相不是很殊胜吗 他也讲三十二相虚幻 假的不要住相 这么好的相 佛都放弃了 那我们为什么去追 你真的想看 之前官不是有讲过吗 有没有 不再说了 你要想怎么做的话 就找我们讲过了去听这看 有详细说了 那个时候因为那个美国道群有问 所以有详细解说怎么做 我其实不鼓励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佛心之光 那个晚上不用睡觉 然后你看到天堂你放不掉 而且不止一个天 欲界又有六一天 然后色界有十八天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景象都不一样 那个色彩也不一样 你看到全都无名 看到全都很迷念 很迷念 糟糕 你逞得了佛吗 人家在做的你只去看就好了 你就会做好 我们是要离离得好 是要看得太好 就是要想到 我们就是要证悟 证悟以后 我们可以 还不只是世界 无量的佛世界 我们都可以取得 想了解吗 那个大概在39吧 你要看那个正先官怎么做 第39篇DVD 还有吗 还有四分钟 好 请收 那个麦克风 今天那个教师 我们万言放下 一念不生 跟生人去做有什么关系吗 好 这个万言放下 一念不生 是在提发 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那个是一个奇葩的阶段 就是对佛性还不认识 而用人少于周易 则二者何而意以权 更无分于福西文王 不过周易传字文王 经遂名之为周易而 读者要当事为一意 不可以其传述之人不同 而未有二意也 夫易之有三者 非三意也 亦之三便利也 既有三便 以备天地人之术 未用以足 随有他便 中不出乎三者 文王之义和三者而亦之故 言挂之便予亦之用 以周易为主 此无赞亦取文王序挂之有也 却便虽从文王 本却必诉福西 故说却奸及二者四序 后人不明义之用有正便 不知福西文王之却痛义之意 不解连山归藏不用之由 妄加揣测 不读义道不明 及义之自出 义不负小 或知识残编以真执义词 或采取他义以辨别图序 皆师无赞亦亦者也 要之未有周易 则不得不采用连规 既有周易 则从周已足 此无有从周之探也 下商以典 故不可靠 连山归藏之意 无于其送由及见之 出意以为可取 及参之周易 始之二者已在其中已 故从周易 易中诸词 非静闻王之作 多言二易之久 今由在也 而周易之今 不在词之每辈 而在续之今当 已能参天第二道 历人道之极 全便化之用 明始终之意 非如连规所取 易侠而立即有偏野 故何福西之指 竟易之变化者 为周易为宜 此闻王之所以 胜者于 夫易之友亦同 即可之以 而习易之因从周易 又无疑 故后人由不达者 则已及门之事 未尝将经传 响为讲事 以明指去 二三子好事者 又窃取连规之本 受于门人 待汉之心 言义者遂有同意 虽非乖离不羁之说 就为门户争执之皆 此则易道之不信也 然以经传之本 既无响解之文 则他删之时 可以公欲 取其所欲 以正其同 一族以明周易之精美 而直探文王之心 以 易之言秤为 夸战焰 即其以本功生辩为序 以那甲合遂为用者 其书虽书 亦属古人之仪 参而求之 由族推广周易之用 盖虽禁杂 亦非无异 是在读者之以周易卫宗 误任克作主 则战焰之说 正可为修者之主 而申辩之义 又可利益道之虹 其所亦于亦 故自有在焉 宗主付诸 亦之为义 圣人则天地自然之序 而定其相 非圣人亦为之也 相之取义 皆有智力 经则略是亦之言格 与取相所使 推广所由 及中国文物之所自新也 亦出无文字 仅有所画之相 凡相词 断词 谣词 文言 皆后世圣人逐渐家住者 应是道日静 人是日凡 文字既备 智世亦广 素本可以推没 穷网可以达来 名人可以知天 策悟可以通神 意知为用 日红日经 相之含义 日远日密 则前之简者渐便而凡 静者渐利而远 而后圣即本先人之仪 加为文言以尽其运 这变化以及其用 非必福西以人所作 亦非后圣依二人所加 盖福西作者大体 其用简 其词曰 后人应是道之需 时事之仪 有必推引身尽其向与词 而后事于用者 然意者 由一身万 由近至远 由大概系 无所不包 福西即发其纲 后圣则推其目 缘无不合者也 由之言天也 既明天之为天 则凡天之所属 皆可推而明之 如甲子之造 不过记碎 而后人推即日时 至于地理医术 莫不用之 亦莫不适合 亦知重挂重摇 及序挂同意 先天后天 及文言之佳眼 其力正如是 盖既既有乾坤二挂 则自可推出八挂 既有八挂而负重之 则自可演成六十四挂 既有六十四挂之重 每挂六摇 则自可加演至三百八十四摇 根本记力 之流随见 非必一时并作也 亦知根于在 阳阳图与阴阳图 福西一化开天 即阳阳图也 既有阳阳图之为天 自有阳阳图之相地 而万事万物 莫非自天地生成 则莫非自阳阳阳阳阳图出 此言富如皆熟于口 而实为义之根本 一化开天 即一化利益 则义者太极也 无始之始 万有之宗 所谓太一世也 太古文作大 大义即天字 即前也 既有此一 即有此可推至无尽 皆不能外乎此一 则义之计有此一 全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摇 义皆必从此出 故义之增相 后圣本福西所掩而推广之 而人和福西之智者也 当福西时 需用者简 八卦已足 后圣则应不足用 而父推广之 即同文王更应连山归藏之 不宜于时 而父变化之 连山归藏已变已 周亦又加变 然变人不为于亦也 且亦中故有之变 先圣所服用 故为明指之以为教 文王应其实之以变 乃推广之以全义之用 此至义者所宜之也 义道至大 其便无穷 后知圣人 有可本文王之便 而推之以增其便 而达其用 义无为于亦也 是之独义者 要知义之大使于一 福西所首创 后圣本此义而推演之 以尽其便 义人何于福西之义 故义中自有之变化 非人为之 虽千万便不离其宗 此义者 一切之母 即万便之主宰 苟不失此主宰 即不备于义 虽非福西所作 人可谓之福西之义 即文王之义 无异于 连山归藏 亦无异于福西义 由其便言之 则义 由其本言之 则同 同于义而 宗圣讲述 义道至为 包义至广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亦故聚人至义 而见者则依人而书 非贯通之 成不明义之为义 而圣人之教 不得全行于事 虽日独义无义也 故必先明义之本义 夫义者 该相术以明器 辨识味以明用 相变化以明生 侧顺逆以明吉凶 真明类以明动静 燕二五以明忠实本末 惠天人以明信情道德 其含义无尽 智用不穷 其称名不依 取类至广 然有其始终焉 推事物之情 宿天帝之道 以人力及 有其道也 故习义者有其力 不明其力 则莫知其指 而立者指相术也 相术者 图画文言之所是也 不先求于图画文言 则不明相术 不明相术 则不知义之本体 及其变化 若居居于经文 经经于名类 此为文艺之事 而非以及深言基也 如甘者 必先求其图之所是 何以为 甘三瑶图 必先考其瑶之所名 何以为酒 必先诉其气之所是 何以为阳 必先查其道之所存 何以为天 皆必真于向树而后知之 知之而后可言其得 可名其用 可数其变化 可知其所分合 可因立而名其遥之所战 闻之所是 而后经文可得而是也 此凡习义者均当如此 夫子为编三绝 所用心亦如此 绝非图诵其经 收其训故 集足了事者 而讲义之先 必自立史 立明而后通贯一切 述无或于经文之意 此为讲义第一事 夫意 自服西事以后 像树挂仪 传之既久 因其用不同 因其用不同 而取义有义 故有连山 归藏 乾坤 三义之分 十以义为三 非有他义也 连山手更以名人道 下代陈用之 归藏守坤 以众地道 伤臣用之 乾坤守前 以尊天道 周臣用之 以所守不同 故取义各义 正与下正见盈 伤正见丑 周正见子 其义义也 非遂续义 遂守义耳 故名人道者 以人为先 众地道者 以地为先 尊天道者 以天为先 实则义道 被天地人 先后虽书 义道不义 书其用耳 周虽众天道 而兼二代之志 故文王重演 坎离之卦 以和三为一 而同于乾坤之义 乾坤之义 伏西故以立志 而坎离之义 则文王位之少数者也 后人名之曰 先天义 后天义 其时一体 以用耳 盖乾坤义 名位者也 坎离义 用实者也 虽次序不同 而其为义 也无义 以乾坤之义 不能外坎离 坎离之用 亦不能不本乾坤 二者相参而后 变化已大 不读二义 以何用 即三义 义由是 以同工 此坎离之义 包括乎一切 而为天地祭奠以后 所不可少者 以其用之广 而变化之神也 此习义者 必先知之 知其一而求其二与三 则三二皆归于一 以一概义 明福一当 承栽圣人之心 足以通天地 并日月以 故闻周之后 夫子必经经焉 以祖树之 而为闻以这其意 始伏浓继闻周之夜 永垂无尽 此则夫子 暂亦之为至夜 夫 亦有数亦焉 以其至亦 本于太亦也 故自无始至有始 推之无尽 无不可知 此亦亦也 以其不亦也 立本于忠 致用于疾 忠疾不变 永之其中 七道乃九